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月才签署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美国中医院又通过了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 要求制裁侵犯新疆人权的中国大陆官员 引发了大陆强烈的反弹 官媒央视就从今天早上9点开始发表了反对的声明 全面来反击 主播念稿的时间长达了13分钟 美国众议院12月3号以压倒性票数通过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 要求川普谴责虐待维吾尔族人的行为 要求大陆关闭新疆的在校育营 以及对涉事官员实施制裁 参院版法案更直接点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 这也是美国民营系统继香港人权与民族法案之后 再次向大陆施压 而大陆官方媒体央视从4号上午每一节新闻 以主播念稿的方式 人大外交系统反恐办公室连番上阵全面反击 歪曲抹黑中国去极端化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 吾端指责中国政府治疆政策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美方利用涉疆问题挑拨中国民族关系 破坏新疆繁荣稳定 遏制中国发展壮大的图谋 是绝对不可能得逞的 反对将恐怖主义极端主义 与特定国家民族宗教挂钩 反对在反恐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 大陆央视从4号早上9点开始 每隔一个小时就让主播循环播报 中午过后 媒节新闻的反击时间更增加到13分钟 随后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又亲自上阵 用8分钟以上的时间痛批美国 在中美贸易战欲罢不能的时候 美方的人权施压又增添新的变数 等新闻最后报道